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秀穎 旅行保險 Travel Insurance 主要是因為急時 臨時取消旅遊的時候 由保險公司向投保人賠償損失 此外 這種保險通常會在班機遺誤 遺失行李 甚至在旅途當中 有醫療需要的時候 都會作出一些賠償 這種旅行保險的保費 大概是旅費的5%至7% 即是投保5000元 就要付250至300元的保費 有一些旅行保險公司的保費 更加是要視乎投保人的年齡 因為投保人年齡越高 保費也越貴 原因可能是 保險公司認為年齡比較大的人 因為身體原因 要取消旅程的機會越高 去旅行之前 應不應該購買這種旅行保險呢? 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是個人對風險所承受的能力 以及覺得會臨時取消行程的可能性有多高 如果損失這筆旅費 也不會對個人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就未必需要花幾百元 去購買這種保險 何況 個人的健康保險當中 可能已經包括出外旅行的保障 遺失行李也有可能 在房屋的保險當中有保障 所以未必需要雙重的保障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判中見面 你會不會有保障的保障 那你會不會一下 藍你